这一张组就解释一下 我们今年也有开人工智慧 我们的叶老师有开人工智慧 什么是人工智慧?很简单就是 我们能不能够把机器做得跟人一样的聪明 这就是属于人工智慧的范畴 人工智慧里面有一个suffield 我们会再把人工智慧有哪些课程 再跟同学报告一下 今天只是说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人工智慧是什么? 学家里面说在人工智慧里面 我们是希望说机器能够自我学习 因为我们人类可以学习 看到会动的东西制造动物 然后以后告诉他说这个是兔子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动物 这样的长相就叫兔子 我们人类可以被 爸爸老师的告知然后做学习 所以这个就可以经由一些统计的技术 所以我们这其实跟Data mining 或者是说统计 这跟我们机器学习都是息息相关的 当然就是学习完之后 我们的performance会变好 就是说我们经由更多的知识之后 我们的行为就会变好 那什么叫Deep mining 我们可以用一张图来描述说 Machine learning跟Deep learning 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所谓的Machine learning 就是说给我很多资料 首先我们要去分析哪些特征点是最重要的 叫Future Extraction 比如说我们如果说要预估说这个一栋建筑物 那你要卖多少钱 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location 或者说它的频数 这些特征点 直接把它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 再透过神经网路去做训练 训练结果之后 我们可以产生output 所以它要经由一个很繁杂的Future Extraction 这个当然也是你价值的地方 如果说经济学习里面 你没有一个真正的Solution 那你一定要去做Future Extraction 把这个特征点把它抓出来 比如说你怎么辨识 这个是一个人 这是一只猫 这是一个动物 我们要把这个特征点把它抓出来 比如说猫 它的耳朵是尖尖的 人就没有那种尖的耳朵 所以把这个特征点把它抓出来 所谓的低分点就是说 这些特征点的Extraction 不需要做 不是说不需要做 就是说我们在描述神经网路的时候 这些特征点 透过某一些特殊的演算法 它自动帮我们把这个特征点抓出来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CNN 它就是可以抓很多特征点 从低阶的特征 中阶的特征 高阶的特征点 它就可以把这些特征点把它抓出来 什么样特征点我们后面还会再讲 不只把特征点把它抓出来 或学习出来 接下来就是跟后面一样 就透过神经网路 就可以做辨识 比如说这是一张车子 一张Image 然后里面有一些图案 我们经由低分明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辨识说这张图片是一台车子 还是不是一台车子 或者说我们可以辨识动物 给他一张照片 然后他说这是狗、狗、狗、狗 所以这是一种机器学习的神经网路 我们不需要先把特征点把它抓出来 假如说我们邀请同学辨识树叶这件事情 那请问特征点是什么 或者说你怎么去告诉一个小孩子说 这个就是树叶 那我们小时候怎么学的 其实就是 好事让人看多了就会 所以看多了就会这件事情就是 他的这个特征点 经由神经网路 自己会去把这些特征点 树叶的特征点把它抓出来 是啊 说 的时候 يع